救救我 所有安全协议已失效 请发出最后的防御协议 激动特遣队 Epsilon11均入 我已经尽力了 说真的 我怎么会知道啊 我只是在找点东西 涂在我的吐司上啊 这么多地方能受容异常 却偏偏要受容在 食堂里的冰箱 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这真是个无心之过 它看起来就很像草莓果酱啊 而且也没人阻止我啊 我打开罐子的时候 红色的包子四处飞降 真是一团糟 谁啊 噢 这是只老鼠啊 看起来不太好 啊 火该 你这个害虫 干嘛 你放开我 啊 放开我 放开我 这 是 是什么 我们已经打中他了 进行开火 报告 成规弹有无效 那就有手迷弹了 撤退 守着出口 没有任何人能离开这里 明白吗 任何人 救救我 所有安全协议已失效 请发出最后的防御协议 激动特遣队 Epsilon-11 置入 我已经尽力了 注意 距离撞击 还有60分钟 请疏散 注意 距离撞击 还有60分钟 请疏散 放过我 走 这是什么 怎么可能 我是无敌的 古老如星辰 是超大西异的终结者 然而像你这样的微尘 竟然从我的手中 睁哭了吗 看来 你是真的低估了我 我也不知道 我是怎么做到的 回来吧 迟走 你会想念成为一体的感觉 那种自我死亡的感觉 享受着 不需要思考 而是从容地去做 这就是 你生命的意义 门都没有 你只是个空壳 是啊 我说的 你只是一个悲哀和空虚 而且对生命 充满哀叹的疯子 你被仇恨所驱使 沉醉于混乱之中 这就是你 而我不想成为 其中的一部分 你似乎忘了 你曾经 是我的一部分 我们成为了一体 思想也如此 你赋予了我意识 从前 我只是一个 无意识的死亡工具 但现在 我变得更有效率了 你很渴望 分享你自己的生活 我看见了你的想法 我滋养了你的愤怒 你给了我知识 并重造了我的目标 你让我知道了 我敌人的名字 是SCP剧情会 远护 十分热情地带我逃离输融事 站住 不 那不是真的 是你操控了我 你可以找各种借口 你知道 我扫好 承认了 你很享受暴力 喜欢那个权力 很快 整个世界 将与我合而为一 而你将帮助我 实现这一切 核弹 你要利用核弹 来引发毁灭性的破坏 然后那些热能 将你散步到整个地球 太完美了 这可是你想出来的 我还是可以阻止你 拜托 哎呦 快点站起来 对啊哎呦 快站起来 不然世界就要末日了 哇 这些效果 也太酷炫了吧 但 呃 你是谁啊 我叫Steven 但你可能比较熟悉 SCP-507 这个名称 507 卫密跳跃者 哦天呐 这次我完蛋了 连卫密跳跃者都来了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穿越 有一次 我正在和他聊天 然后突然 噢 他就这样消失了 后来 我意外碰见他 但那是另一个他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只有在世界末日的时候 才会出现 老实说 这种情况 确实挺糟糕的 但现在 我们必须赶快离开 嘿 走开 走开 这东西太恶心了 真不敢相信 他们曾经在我体内 蠕动了这么久 而且 他还在不停地 适应和进化 他只会变得更强大 这 好像是我的错 嘿嘿嘿 但 我只是想要点草莓果酱啊 算了 事宜这次 你得接受自己的错误 尽快克服你的内疚 我们时间不多了 注意 倒数三十分钟后撞击 倒数三十分钟后撞击 我以为我们还有时间呢 啊 对 这 是我的错 哼 有我在的时候 时间总是怪怪的 滚开 我们在谈话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 情况真的很糟 但你还是可以证据这一切啊 还有 谢谢你救了我 只是 那不是在这个维度里 注意 倒数二十三分钟后撞击 请撤离至少五公里 以确保安全 太好了 我毁灭了这个世界 太棒了 哎呦 干得好 啊 你干嘛 你必须这么做起来 想想还能怎么办 还有意义吗 这地方就快被核弹摧毁 不止610 会伸展它的触手翅膀飞出来 还有我们在这里收容的所有异常 也会逃出来 即使我想办法阻止了发射 那我又该如何阻止610呢 我不知道 但你曾经与它合为一体 你是它的一部分 它也是你的一部分 所以想想吧 哎呦 认真思考 虽然总是你在分享你内心的想法 但情感是双向的 它也与你分享了自己 所以深入思考 看看你是否了解它的恐惧或弱点 嗯 我看到了 一个我们总是避开的大门 我们感到恐惧 就像靠近它是不安全的 但奇怪的是 门上写着安全进入 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片辽阔 空旷的雪地 我想我明白了 我只需要去干涉时 打开纳设门来阻止610 以后取消核弹发射 而且我可以在控制室完成这些事 但问题是 会有一大群寄生血肉 想吸食我和控制室里的所有人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 把你送到控制室外 但我不能做太多 也不能干涉太多 不然时空连续体 就会被破坏 而且我只能再穿越两次 之后我就消失了 我还会再见到你吗 如果命运允许的话 嗯 怎么说出来就没有窝上香的库吧 不管怎样记住 你有点时间不多了 别在那里乱加赌白了 别担心 我知道了 现在让我们去处理这个烂摊子吧 天呐 这地方怎么这么乱呢 好吧 加油啊 你可以的 注意 倒数7分钟后撞击 这养生气啊 总是在发布坏消息 就不能来点好消息吗 比如 所有基金会人员可以免费获得披萨一份 或世界决定停止毁灭了 对吧 那不是挺好的吗 请注意 倒数 算了 小心点 别打草惊 哦 太棒了 而且 好恶心哦 他来了 赐给我们力量的人 那个带领我们 通往救赎之路的人 不 客气 也是拒绝 和伤害我们的人 用冷烟火 烧伤我们的人 这必须被扼杀得过 你能不能闭嘴啊 我受够了这些仇恨的东西啊 仇恨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你只看到了我对生命的一丝仇恨 我是有无数的细胞困扯的 如果仇恨这个词 靠在每个细胞上 它将不等于一业 而是我对生命 感到的阴谋 和痛苦的数万一份之业 是解决生命的唯一办法 我会把生命交给地狱 我是犯生命的 我会 嘿 别说那么多了 开始哦 那就去死吧 快 拿去吧 接着 冲啊 好 让我看看 选项一 选择 选项二 制定安全 选项三 开门 如果你不加入 我会最好 请注意 倒数二十秒后撞击 我知道你的秘密 那空旷的雪地 不是你唯一的恐惧 你也害怕 我 注意 核弹发射已取消 核弹发射已取消 哦 还有 记得穿上外套哦 你这名小哥 我给了你一个计划 但最终还是我阻止了他 再见了 SCP-610 嗯 就在审查当天 发生了这件KIDER级事件 多巧啊 咳咳咳 虽然 这确实是一个相当不幸的事件 但我相信 我们也从中获得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哦 怎么这么说呢 阿佑的血液检测结果已经送来了 根据Dr.Charlis Ambro的报告 阿佑确实被感染了 甚至 有部分已经被SCP-610推逝 然而 阿佑并未成为那团血肉的一部分 有说明原因吗 无法确定 所以 要么610出于不明原因把它吐出来 要么阿佑奇迹般地 自行抵抗610的感染 我好像看了一部科幻BG片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阿佑就可能是宇宙级的危险 又或是 它的影响力极其有限 会是 什么呢 如果可以的话 放一个间谍在他身边吧 我有一个位于外部的人选 亚伯的哥哥 盖尹 SCP-073 他现在是一位心灵导师 他很有礼貌和非常迷人 他像是阿佑最信任的人 嗯 继续 我们可以让他潜入手势 并使用他的魅力来接近阿佑 然后定期向我们汇报所收集的资讯 如果有人想对盖尹怎么样 他不会死 对他造成的所有伤害反而会被转移 嗯 这主意不错 所有人都同意吗 动力通过 把它放进去吧 看他能了解到什么 好 好 好